注意看这个正在做手语翻译的黑人大妈 竟把整个佛罗里达州的警察都整破房了 之前佛罗里达州的警方破获了一起连环杀人案 在破案记者发布会上 注责手语翻译的大妈却压根不会手语 面对摄影机大妈丝毫不慌 一本正经的在那瞎比划了半天 而整个记者发布会上 连警察带记者足足有100多号人 硬是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手语翻译不对劲 这段瞎比划的手语就这样上了电视 看得一众聋哑人满头问号 纷纷不解为什么意大利面要办42号混泥土 有位手语专家看后实在气不过 直接给市长打去了投诉电话 找了个翻译瞎比划糊弄人 然而警察局也很懵逼 当即发公告解释 发布会当天 该女子自称是手语翻译 直接就站到镜头前开始比划 警方看这架势还以为是记者安排的 更懵逼的是 法院在仔细查阅过当地的法案后宣布 大妈的行为虽然不道德 但完全不构成犯罪 当地不仅不养闲人 甚至连动物都不是吃嫌犯的 之前有位老哥因电脑上 发现了一千张不可描述的照片 而遭到了警方的逮捕 却一口咬定这些照片和自己没关系 肯定是自己家的猫下的 面对这样的狡辩 警方自然不信 深入调查警方懵逼了 因为这些照片下载的时间 老哥全都有不在场证明 家里的监控 还真拍下了猫下载照片的画面 于是老哥被无罪释放 而他家的猫却遭到了逮捕